刘备之死 因新疆干燥的气候得以保存千年 这部残卷中 有句证实无在的内容涉及刘备之死 诊出几单夏丽儿 后转杂她并 待不自济 夏丽东进轴后被疾方 立即之简称 唐孙四秒被疾千斤要方 以其谢丽不爽 明知夏丽 意思明白 刘备如测出了问题 但刘备随后说自己因夏丽儿转杂她并 并因此致命 显然 刘备可能得了某种绝症 进而由肠胃引发全身病变 可能是胃癌或肠道癌类绝症 然而 刘备之死 如此凄惨 生于蜀汉的陈寿 自然不会在正式中详细描述这些 从刘备之死因 我们还能辐射出另一个问题 刘备死前的日子 到底经历了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 大家通常的认知是 刘备在仪陵打了败仗 旋即退往白地城 接着自己不行了 丞相诸葛亮从成都赶来 刘备托姑 说出了那句著名的 如其才 则辅之 如其不才 均可自去 然后就离世了 这一认知 绝大多数拜罗冠中先生之笔 有其历史依据 但又和历史真相有很大不同 当然这里并非否定演绎的价值 演绎作为文学作品 自然有其辉煌之处 只是这里暂时不谈演绎 只谈正式 我们从《仪陵之战》结束后说起 仙主传记载 原文章五二年 下六月 路易大破仙主军于萧亭 将军冯喜 张楠等皆媒 仙主自萧亭还子归 收和李散兵 遂弃传访 由不倒还于赋 改于赋献约永安 一文章五六年六月 下 路易在萧亭大破刘备大军 刘备将领冯喜 张楠等皆战败 刘备从萧亭退至紫规 收拾离散氏族 于是丢弃传之 从陆路退换于赋 将于赋县的名字改为永安 关于是荆州后 东吴和蜀汉之间的领土 虽然明月接壤 实际并没有直接接壤 蜀汉荆州的心脏是江陵 江陵是南郡的郡志 而南郡和当时的益州之间 还隔着两个郡 一个叫做宜都郡 刘备战败的萧亭就在这里 另一个叫做建平郡 这个建平郡 才直接与益州接壤 因此 宜都郡和建平郡 是当时蜀汉和东吴的缓冲地带 这两个郡横跨几百公里 从萧亭战场到蜀汉永安 可走陆路 也可走水路 先主传说 刘备撤军时 放弃战船 也就是放弃水路 而走陆路 我认为可能是防止东吴 从水路追击自己 鉴于巴东的地形特点 夺山南行 水路追击 要比陆路追击快得多 而且不耗费什么力气 刘备抛弃战船这时 陆迅在追击时应该知道 他当时也很可能测算过 追击的成功率 最后觉得过于冒险 以及不能和蜀汉彻底死磕 于是放弃了追击 刘备在张武二年六月撤军 萧婷相距永安几百公里 则刘备大军撤到永安 至少也要十天半月左右 因此 刘备可能是在六月底到七月初 到达永安的 而永安的别称 就叫白帝城 以及刘备到永安时 永安还叫于富 刘备炫即将此名改为永安 取个吉祥之名 刘备一方面要通过这种方式 以图吉衬 另一方面要以此安定军心 刘备到达永安后 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 立即就不行了 他还做了许多事情 原文章五二年 秋八月 收兵还屋 冬十月 赵承相亮营南北交易成都 孙权文先主住白帝 甚至前世请和 先主许之 前太仲大夫综为报命 一文章五二年 九月 秋 刘备收兵回到屋县 十月 冬 刘备下诏命 丞相诸葛亮 在成都迎接南北交 孙权听闻刘备驻扎白帝城 非常恐惧 前世请和 刘备答应了 浅太仲大夫综为回复孙权 这则史料中说 刘备在八月收兵还屋 考谈其乡 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两近时期 涡陷在永安城东 在蜀汉和东吾的边境线上 当时刘备大军已经囤住在永安 之后又将大军东迁 迁往永安之洞的乌县 东汉时期 乌县隶属荆州南郡 故而刘备此举 很可能是在决定 以此地为今后蜀汉之东境边界线 这说明 三国蜀汉的东部边界 是刘备死前自己确定的 孙权听说刘备在白帝城 自己非常恐惧 不知诸位以为可信度如何 我认为不太可信 刘备征讨东吾 率军十万人左右 战败后收拾残军 可见这十万大军 死伤者 逃亡者 流散者慎重 且刘备作为主帅 锐气已失 敢问 在这种情况下 孙权为何要非常恐惧呢 以及 后世多认为是诸葛亮恢复了与江东的关系 实际不然 史料中记载 刘备在去世前 就已经恢复了和江东的外交关系 达成和平协议了 后来 刘备还让诸葛亮在成都南北修建郊区 等等 从刘备六月战败至此 已经过去了整整半年时间 刘备还活着呢 之后 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托孤仪式 原文章五三年 春二月 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 先主托孤于丞相亮 上书令李延为父 章五三年 下四月鬼祀 先主厨于永安宫 十年六十三 一文章五三年 二月 春 丞相诸葛亮从成都到永安 刘备托孤于丞相诸葛亮 上书令李延为诸葛亮之父 章五三年 四月鬼祀 下 刘备死于永安宫 十年六十三岁 刘备在章五二年六月兵败 在章五三年四月离世 期间已经整整过去了十个月 并非通常认为的那样 不久就去世了 说完了刘备死前的经历 我们再说说刘备托孤诸葛亮这件事 刘备托孤历史千年 殷荣尤在 改人肺腑 我们感动的 是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之情 是一位国军队丞相的无限信任 刘备起兵时 二十三岁 南征北战二十五年 已无所有 得到荆州四郡和南郡江陵时 已经四十八岁了 四十六十三岁 也就是说 刘备花了自己人生五分之四的时间打拼 结果什么也没打拼出来 在自己人生最后五分之一的时间内 终于取得了成功 然而早早又离开了 但是刘备在自己这样的一生结尾处 对诸葛亮说 孔明 如果我儿子不行 你就把我的江山拿去吧 这样有利于国事 这恐怕就是最能绰终后人类点的地方吧 这件事在诸葛亮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章五三年春 照亮于成都 书以后世 魏亮曰 君才是被曹丕 必能安国 终定大事 若四子可辅 辅之 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 两替契约 陈感节骨功之力 孝忠贞之节 既知已死 刘备对诸葛亮所言中 先说君必能安国 终定大事 然后才说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 显然 刘备在这里是将安邦定国 放在了首位 至于浙江山是不是汉家的 虽然重要 但鉴于诸葛亮和自己的君臣之情 以及蜀汉当时的现状 这件事恐怕是要放在第二位了 以当时蜀汉的国力来看 如果刘备不这么说 别说自己的江山 是不是被诸葛亮取代 自己的江山还能不能存续 都是问题 一方面 如果诸葛亮取代刘备的江山 至少是给刘备自家人取了 另一方面 刘备和诸葛亮到最后 都能这样坦然 他们的理想和志向 也一定是匹配的 否则早翻脸了 例如刘备托孤的 除了诸葛亮 还有李延 李延后来做的那些事 诸位知道 又是要割据 要是要当王 诸葛亮不是分分钟 把李延处理掉了吗 因此 我认为这就是刘备死前的肺腑之言 他的真心实意 就是在告诉诸葛亮 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 这个大目标 我可以牺牲自己这一部分 后世所说的阴谋论 恐怕真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了 当然 这是我的个人见解 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前面说到 刘备托孤的对象 除了诸葛亮 还有李延 纳入李延 我认为是考虑到 当时蜀汉集团内部的利益和矛盾问题 刘备的基业 主要就是荆州和义州 自然 刘备手下的人 主要就是荆州一派和义州一派 诸葛亮是荆州一派的代表 而一州一派的代表人物 就是李延 李延在蜀中 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刘备入川前期 最重的就是法政和李延 法政去世后 李延俨然是川鼠一系的代言人了 直接代表着这一系的利益 川鼠一系 在一开始和刘备的荆州一系 有许多摩擦与不合 彭样案 料理案 莱米案 等等 都是当时的代表新事件 刘备去世前 蜀中的两派势力之间的矛盾 虽然已经缓和了许多 但仍然有不少潜在危机 比如料理 甚至直接诽谤刘备本人 亮表立约 长水校尉料理 作字贵大 脏腹群士 诽谤先帝 自毁重臣 即便如此 诸葛亮也没有杀之 只是把他废为平民 这就是考虑到了川鼠一系的原因 但是 李延在后期 逐渐堕落为民 做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比如拥巴州自立 骗诸葛亮撤军 等等 而那时候 诸葛亮在蜀汉已经功得盖世了 基本上能让所有人都拥护他 所以 诸葛亮就把李延处理掉了 但依然没有杀 而是废为了平民 从此以后 诸葛亮在蜀中 才是真正的一人独大 除了流禅 再无牵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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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